哈囉大家好我是洪月娜 我們今天呢 又要繼續來毀滅地球了好不好 沒錯我們應該是在三個月前吧 有玩這款遊戲好像玩了四次吧 那我們今天呢又要繼續來玩了 原因好像是 之前有觀眾跟我說啦 他好像有更新一些新的東西 我們就來稍微試試看吧 體驗一下吧 主要是右邊他這邊界面有變啦 然後他可能有多一些 有多什麼東西嗎我們看一下 好像 好像最主要是多這個東西吧 就是 這個好像是冰凍槍是不是 可以把整個地球結冰的感覺喔 那我們就稍微結冰看看啦 稍微來結冰一下 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來了我們要把整個地球都結冰了好不好 有嗎 喔 成就解鎖地球現在是一個雪球是不是 地球現在是一個雪球 然後呢 有結束什麼特別的嗎 不管我要繼續結冰 我要整顆都變成冰的 這裡還有一點點 渣渣在 還有嗎 目前我們就是得到一顆超級冰球的感覺對不對 OK 像這樣子 其實還蠻漂亮的嘛 然後後來 因為我 那個之前 就把遊戲砍掉了 所以說我現在成就 全部都要重解喔 然後各位有看到嗎 它其實 有解鎖一些新的東西 比如說 成就它現在有寫 地球是一個雪球 然後它是金色的 然後 這邊還有一個叫做平坦的地球 這個是我在拍之前有稍微測試過一些東西 反正我們把它變成一個冰球之後我們重整一下 欸 好像不是這樣子 主要是這邊啦 這邊有多一個新的選項 平坦的地球呢 就是我們之前不是把那個 地球整個給壓平嗎 對不對 然後這裡就會變成一個平坦的感覺 欸 然後它是不是有變化啊 等一下 我怎麼不記得 等一下 它有更新新的東西欸 我記得原本這個地平論的感覺 地平縮的感覺有沒有 它原本 太陽是在外面的欸 然後它現在讓太陽和月球在上面繞 你知道嗎 繞來繞去的 啊我可以攻擊這一顆嗎 啊 啊 啊太陽爆炸了 哈哈 太陽暴龍把太陽打爆了 然後呢 這樣照理來講應該不會有人的啊 我們人口應該要死光才對啊 太陽都不見了你們現在在幹嘛 還是因為太陽太小顆了 本身沒有什麼影響之類的 那我可以把這顆月球加熱成太陽嗎 可以把它加熱一下啊 反正感覺是差不多的東西嘛 到底 來啦我們沒關係我們使用那個艱辛炮吧 這個是艱辛炮沒錯啊 把這個地球給打壞 到底到底在幹嘛 原來 我之前還在想說 因為各位還記得嗎 之前的太陽要怎麼打 之前的太陽要用艱辛炮才能打掉 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把它解決掉一下 我還蠻好奇那個 平的地球能不能用艱辛炮打掉的 好像可以欸 對對對其實可以 艱辛炮就打出一個洞 蹦 喔好沒事 我想說是那個啦 原本的太陽是在這種地方嗎 然後是打不到的 好像就只能用 這個射線去打他 欸冰凍射線是不是可以打到啊 欸可以欸 引爆的超行星 我記得原本只有這個可以射 然後現在多了這個冰凍槍也可以射 欸我要冷卻一下這個星球 冷卻應該還是有效的吧 啊冷卻不知道有沒有效 等一下 我覺得我們又可以多做很多新的嘗試欸 因為艱辛炮就會把行星加熱嘛 然後讓他爆炸 啊如果我們是用 平的地球呢 就平坦的地球 然後我們把整個地表結冰 再用艱辛炮會怎麼樣 他這樣會整個毀掉嗎 不知道 我們稍微結冰一下 喔就像這樣子 超級冰層 欸然後 然後 月球有結冰嗎 月球有欸他變超級冰球欸 雖然說他還是會轉就是了 可是他看起來超級滑的有沒有 這可以打壞他嗎 啾 啊 月球跑掉了 啊可以用這個打太陽嗎 可以欸 欸這個太陽也太脆弱了吧 超級無敵脆弱那種 我可以把他打回去嗎 啊爆了 欸這個太陽超級脆弱你知道嗎 超級無敵脆弱 欸不是不是 我現在已經把整個地表結冰了嘛對不對 欸等一下等一下怎麼還有一些融化的地方 不行你在融化什麼 我現在整個地球已經結冰了 那接著我用艱辛炮打下去 然後我不斷冷卻會發生什麼事情 應該也是有可能可以阻止他的吧 還是我可以結冰這個東西 好像阻止不了齁 阻止不了他降落他一定會發射怎樣 啊他有發射了等一下 我要在他射的那個地方多覆蓋幾個冰層 這樣子一定可以阻止他 啊現在就是冷熱交錯 不行欸 我好像完全阻止不了耶 這隻蜴砲只要一打下去 整個星球就毀了 我整個冷卻都沒有用 到底 太難過了吧 啊 氣死我 好啦我們還可以玩的新的東西嗎 比如說這裡有個雪人 我們來試試看雪人是幹嘛用的 雪人 雪人會融化嗎 這個好像就是因為我們把整個地球結冰之後他會解鎖的 然後他後面其實還有兩個隱藏的東西 只是我不知道要怎麼解鎖 因為雪人是我無意中解鎖出來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雪人有什麼新的東西啊 好像也沒有差欸 好像 有差嗎 用艱辛砲打打看好了 不管怎麼樣好不好 不管什麼星球 先用艱辛砲就對了 反正這就是一個浮在太空中的雪人 使用艱辛砲打壞他看看 而且這個地方還有一個人都沒有欸 咬 它會穿過去嗎 看一下 咬咬咬咬咬咬咬 它不會貫穿欸 它就打進去然後整個雪人就毀掉了 等一下 雪人沒辦法打動嗎 我記得平的地球 艱辛砲會打穿 這個不會打穿是不是 啊 他不行了 氣死我 我在看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打 應該有辦法打出一個洞來吧 我來看有沒有什麼東西是可以打洞的 比如這個 我就不斷朝這裡發射 總會打出一個洞吧 有嗎 有打出一個洞嗎 哇靠 這也太硬了吧 屁啦 這個東西是打不穿的耶 他超級硬耶 這不是普通的冰層耶 等一下 可能是我的火力不夠 我用別的東西打打看 這是飛彈嘛對不對 飛彈不夠強 我們要 威力強 威力不用太強 威力一般就好 然後數量多一點 然後狂炸 一次100顆 應該還行吧 啊 我發現飛彈在亂炸 欸 這雪人超強耶 等一下 雪人怎麼那麼蠻蠻 視乎打不動 我把那個 飛彈再弄多一點 嘎 嘎 嘎 哇我整個畫面又超黃 然後呢 他有毀掉嗎 嗯 有欸 然後這裡還有一堆東西在這飛 這什麼狀況 光中這什麼狀況 哇 怎麼了 怎麼了 這應該不是我的飛彈吧 欸 是我的飛彈欸 我的飛彈後面會開始亂轉欸 到底 看一下看一下 我們超多飛彈距離在這裡欸 這個畫面好神奇喔 超級神奇的畫面 這是什麼東西啦 天使光環喔 啊 我現在超lag 就看一顆飛彈在這邊轉 啊 全部不見了 不是啊 那我用別的東西鑽鑽看好了 我用我的這個東西鑽進去 那奇光為什麼一般的飛彈打不進去啊 啊 怎麼了 啊 這不是鑽 鑽 鑽地平台的東西嗎 這是什麼東西 喔 它會炸出一個東西來 欸 其實血腦像也沒有特別硬啊 為什麼 為什麼我有一些東西打不出來 這個才是鑽地平台啊 我們從頭錠往下鑽 然後看一下它會發生什麼事 你有在鑽嗎 老兄 好像沒有叫出去欸 再來一次 欸 不能鑽嗎 等一下 喔 好像一定要從側面是不是 沒辦法從下面往上鑽 欸 有 還是有鑽欸 是因為隔太遠了是不是 它還是有在飛的 那應該是隔太晚了也沒事沒事 來 它鑽進去 從它的屁屁 鑽進去了 它有沒有很硬就看這個好不好 如果能夠鑽過去就不硬 啊 好多硬硬的東西 從血人的屁屁還有胸口 鑽了進去 天啊 天啊 我從下面鑽了兩根 不知道會從哪個地方飛出來 試試看 其實好像也沒有特別硬啊 為什麼有的雷射炮打不出來 超扯的欸 喔 鑽出來了 鑽出來了 其實好像也還好啊 我覺得 感覺沒有什麼特別的 鑽出來了 鑽出來了 有沒有 有些東西從奇怪的地方鑽出來 鼻子被消掉嗎 這鼻子到底是怎麼做的啊 這鼻子到底是怎麼做的 這鼻子到底是怎麼做的 打壞你的鼻子好不好 打壞你的鼻樑 蹦 喔 鼻子消失掉了 哇 它這些東西是什麼材質啊 雪人的那個 表情到底什麼做的 我完全不知道欸 啊 這樣雪人好像蠻無序的齁 就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OK 沒關係 我換別的東西 我記得 喔 對 它還有新增兩顆星球 一個是木星 一個是土星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木星和土星 它有個大紅斑欸 大紅斑感覺就特別有趣啊 對不對 大紅斑 喔 我終於在鑽了是不是 從大紅斑鑽進去 一探究竟什麼叫大紅斑好不好 喔 果然是氣態巨行星欸 它那個 完全跟其他行星不一樣 它 它會 這鑽沒有什麼意義欸 看它會不會從哪裡飛出來好了 因為它是氣體行星啊 所以說 喔 效果比我想的還要糟一點 怎麼這樣子 效果比我想的還糟很多 而且好像毀不了它是不是 啊 我這根到底要鑽多久 加速一下 蛤 蛤 它還在鑽嗎 蛤 它在幹嘛 到底 無法理解欸 它好像鑽 喔 鑽出來了是不是 鑽出來了 它鑽超久的欸 然後鑽出來一點意義也沒有 它會消失 蛤 好像沒有什麼意義欸 那我們那個 毀掉太陽一下好了 我蠻好奇的 因為我記得毀掉太陽之後 原本的星球會不會蒸發 我們來看 木星會不會蒸發之類的 可能嗎 看一下 喔 超猩猩爆炸 那木星加熱嗎 有 有加熱嗎 有欸 木星會加熱欸 然後木星會變太陽對不對 照理來講 還是木星一樣就直接炸掉 木星變成太陽了 太神奇了 欸 有嗎 有變太陽嗎 好像也沒有欸 它就一樣炸掉啊 然後有一些 小小粒的東西在飛 這些東西到底在幹嘛 為什麼會有這些殘渣啊 啊 同理可證 我用艱辛砲打下去的話 應該還是差不多效果吧 是欸 超級艱辛砲 打下去就知道了 啾啾啾啾 來囉 艱辛砲看一下 艱辛砲打木星會有什麼效果呢 照理來講的話應該會穿過去啊 因為這氣體熟悉 它射進去了 然後呢 就直接加熱而已 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欸 怎麼會這樣子 就一樣啊 一樣 一樣炸掉 差不多的東西 到底 不然還有什麼東西可以試嗎 因為它不吃不同的嘛 我們丟個固體的東西看看 丟固體的東西它會 卡在表面是不是 卡在表面 那我們丟個月球之類的呢 欸 等一下這不是丟月球欸 這個是丟地球欸 我的天啊 因為我如果是對地球丟的話 是丟月球啦 它有考慮到比例的感覺是不是 考慮到比例 所以說 地球比較合理是不是 欸 好像無法摧毀木星欸 木星不會凹陷欸 我怎麼丟都是地球毀掉之類的 喔 這個地球陷進去了 為什麼這個陷進去了 陷進去馬上被填滿有沒有 好像沒什麼用欸 等一下等一下 阿黑洞呢 黑洞總可以毀掉它了吧 阿黑洞的力量太小了 吸不了多少東西的感覺 哇靠 等一下 整個木星 喔 木星還是能毀掉的啦 它只是顏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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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它變回去了欸 木星有沒有越來越小顆的感覺啊 不知道 到底 那先我們試一下比較強的東西 好不好 比如說我們力量加 加更多 然後速度更快的隕石 看看 這應該也不算隕石啊 這是小行星喔 10倍速然後超大顆 等一下 有時候我都覺得 到底為什麼 是我的問題要怎樣 喔 有 有 有 可以射可以射 好像太遠的話不能丟 怎樣子 狂炸狂炸猛炸 它這個有差嗎 木星的正中間有什麼呢 我們就不斷的打中間 看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情 哇 什麼鬼 木星它有個內盒 可是好像沒什麼用 我可以打它的最中間的部分 啊 可是 好像 沒什麼E它會吸回來是不是 到底 欸 木星是不是真的越來越小顆啊 我感覺我再繼續打下去它就變更糟了 欸 然後 木星結凍不了欸 木星是不能結冰的嗎 我光速冰凍槍打它沒有用欸 它只會越來越小欸 跟蒸發一樣 欸 沒有沒有 好像還是可以結冰的 好像還是可以結冰的 有沒有它有一些地方有結冰的感覺 有嗎 好像還是有欸 所以我只要不斷的射它還是能結冰的對不對 我就狂射我們這個冰凍槍看一下 木星會不會結冰 欸 木星會結冰欸 喔 它還是有個內盒在的 所以說那個內盒還是會結冰的是不是 不知道 怎麼了 怎麼了 為什麼忽然爆炸了 現在就是我們的木星改造計畫 木星改造計畫 把木星改造成一個 會結冰的東西 喔 好像是欸 這個就是木星最中心的部分了有沒有 然後我們已經快把它結冰完成了 哈哈 欸 這樣子應該比較有趣的 然後再加熱 這邊應該木星不會回復了吧 不知道 可是這邊感覺超硬欸 我射一些飛彈過去看看 蹦 哇 啊 這樣是不是就毀了啊 因為我的飛彈力量很大 哇 哇靠 欸 木星超硬欸 木星是真的硬那種欸 我這樣都打不快它 不過它已經不能夠在那個了 我們重新來啊 試試看 木星原本這麼大被我打到那麼小欸 哈哈 來 我們試一下這個啊 試一下 擴散 就是我大概了解它的原理啦 就是它 雖然說會被打凹一些洞 可是它會拿其他地方的來補 所以說它的東西會越來越小顆 啊 這是怎樣 有沒有它會吸回去然後變小 然後吸到後面的話 它就會只剩下一個不會動的核心 是不是 應該是這個感覺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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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木星是這樣子的構造是嗎 我不知道啦 我的天文被當 有沒有觀眾知道的可以跟我解釋一下 哇 好lag喔 哇 你們看這個畫面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飛彈 那個飛彈殺傷力真的非常強 打下去 哇這個有夠漂亮的 蹦蹦蹦蹦蹦蹦 好啦 大致上就這樣子啦 我覺得我今天這一集就先造車好了 我可能私底下再去查一下 這兩個東西怎麼解鎖 啊 當然有知道的觀眾也可以留言在下面告訴我啦 那總之呢 我們今天這一集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